社会是个巨大的回音谷 你期待获得怎样的回馈 你就必须先付出实际的行动 你怎样待人 别人也要怎样待你 礼貌是润滑油 可以消除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之间的摩擦 若经常手里 不仅能获得更多友谊 尚可令人敬重 如果我们对日常所有接触的人 都能维持基本的礼貌 那魔对于人类的友爱 岂不是一项真正的贡献 感谢观看